好了 各位同学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有个同学好像看到了例三 尤其看到这个标题 哇 可能可能自己就想 哇 这题是不是很难呢 你看 2010年华杯赛动力赢培训题 咱们都知道华杯赛是小学阶段相对来讲难度较高 而且呢 整个的权威响力是比较大的一个赛事 但是难道真的每一道华杯赛的题目都难得那么离谱吗 难于上今天吗 咱看看就知道了 你会发现 这小题其实还是可以解决的 如图有ABCD为海上的四座小岛 现在呢 我要来建三座桥 将这些小岛连接起来 那我教我的同学们了 你要建桥的话 大家想想 把小岛连接起来 那这个桥肯定应该怎么建才对啊 能不能就就喀 跨过去了 比如说我这建过桥 这是在水里 桥现在水里 对吧 也就是说咱们都知道也很熟悉的 那这个桥是不是肯定应该搭在两个岛上 对不对 就起点 终点应该是在两个岛上 也就是说我选择两个岛爬 建一座桥是不是就可以了 建三座桥 把这四个点一连是不是就OK了 那简单嘛 ABCD OK 你看 三座桥是不是就搞定了 就类似于这种吧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像大家这样一个一个画下去 对不对 这画的像个最高 你看还能画出一搭各种各样的方案没有 那咱们还是那句话 那对于一道题目来讲 选择最有效的 最省时间的 肯定是应该我们在这个学习或者在作题当中应该要着重去训练和掌握的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这道题目有没有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高效的做法呢 可能会有很多 咱们就来看一种 首先咱们来想啊 我的任务是要建三座桥 桥呢 只要每一座桥只要搭在两个岛上就可以了 那同学们你来看一看 我现在有A B C D 四座小岛 每两座小岛之间是不是都可以搭一座桥吧 那我实际上应该是可以搭出多少座桥来的 想想 我有A B C D 四个小岛 从四个小岛当中选择两个小岛 是不是可以就搭做一个桥了吧 那可能又来想了 那我这个交换选择的顺序是不是搭的桥不一样呢 一样 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选了A B 两个点 我先选A 再选B 卡一连这座小桥 跟我先选B 再选A 这个搭的桥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好了 那也就是说 现在我的黑板上有四座小岛 或者咱们可以把它看成四个点 那从这四个点到我任意选择两个点 一连线这个线段 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这座桥 那这应该有C 子 二 这应该可以口算的吧 对不对 好 这座桥应该有 六 六条不同的线段 或者是六座不同的桥 对不对 但是我需要这六座桥都用上吗 不用 不用 我只要几座就可以了 三座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从这六座桥当中 选三个 选择三座桥 是不是就OK了 那六个桥里面选三个 C 六 三 对吧 这个相应我们都知道 肯定不调考的顺序 那这样算出来应该有二十种 那是不是就是我的题目做完了 二十种不同的线条方案呢 是不是都能连线 非常好 哇塞 家家太聪明了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要想一想 我的任务不是仅做 仅仅建三座桥就完事了 对吧 如果这道题就说 四个桥导你给我搭三座桥就行了 那OK 咱做到这 就大功告成 可以功成身退了 但是这道题目的要求是建完三座桥之后 还有一个要求 必须得把这四个桥都连接起来 所以咱们就要想一想 我这二十种方案当中 能否保证每一种方案都可以把四个桥连接起来呢 那大家想一想 是都能呢还是有可能不行的呢 比如说我这三座桥建在哪些桥上 你发现建完了之后 不可能四个桥都连在一起的呢 比如说我AB建座桥 BC B和C建座桥 哦 我知道了 然后呢 AC建座桥 那你看我这不是三座桥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但是你看把谁给孤立了 把B 把B就孤立在外了 那这四个桥数就没有连接上了吧 所以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把这些不符合要求的剪掉吧 那不符合要求的就是这三座桥建完之后发现 是不是只是通过三个桥建完的 把最后一个桥给弄到一标去了 那这个简单 我就是把B弄到一标去了 我可以弄A 弄B 弄C 所以应该会有四种方案不符合要求 所以最后20-4 16种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我们会对同学 B3这号题就搞定了 虽然是到华为赛中的题目 还是很简单的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这些过程 四个点可以连出来六条线段 从六线段 也就是我们说的六座桥当中呢 选三个 那应该有二十种选法 但是其中构成一个三桥形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连接了三个点 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把它去掉 最后的答案应该就只有16种情况 符合题目要求了 好 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的比赛 这就是我们的比赛